好 回來三次 好 回來這個 看回網友KMU 老偶計提了幾個問題 又講一些觀點 其實是很同意的 我剛才提過 日本是試過跟蘇聯交鋒 在愛蒙打過一場仗 不夠蘇聯的坦克打 這個是對的 而日本其實是想跟蘇聯 作一個互相承認 所謂互相承認是什麼呢 因為日本曾經跟蘇聯 曾經簽過一條 叫做日蘇中立條約 那就是怎樣呢 就是日本承認蘇聯在 愛蒙古的利益 而蘇聯就承認日本 在滿洲國的地位 互相承認 所以蘇聯這個奸 真厲害 在二次大戰的末期 借地爾趁著日本 節節敗退之際 單方面撕毀這條條約 派兵進入滿洲 希望拿回油水 這個就是日本和蘇聯的過節 而另一個 KMU說的是德國的坦克 機械化最厲害 如果大家有興趣玩 砌模型的話 就知道了 其實真的 德國的坦克是很厲害 因為德國人 其實是對於機械方面 是十分之出色的 另一個就是蘇聯 蘇聯的T-34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就是在莫斯科戰役的時候 出動這個T-34 就打死了德國的坦克 亦都說回來 如果不是日本和蘇聯簽訂了一個中立條約 日本放棄了和德國的協議 打蘇聯的話 蘇聯的T-34 就不會在東面調過去打德國 很明顯日本就是 就是出賣了德國 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我廢話的事和蘇聯搞 於是呢 當時其實 日蘇兩個 各自身為鬼胎 就是 喂大哥 我簽訂了 我就是打中國 你就是打德國 你又不要搞我 我又不要搞你 就是 到我們打完才算 但是日本和德國 有協議的 三國同盟 但是 我現在邊境和你相連 你那些離開九百多像魚 你先不要理他 余交近攻 所以國際關係 其實是沒有什麼 道義可言 亦都是這樣說 由這裡開始 可以看到 當時的國際關係 是影響到現在的國際關係 好了 再說一下CAMU那個 明治維新之後 打倒也會贏 日本人的聰明地方就是這裡 很少會輸 唯一是和蘇聯 在外蒙那裡 試過一次很少的衝突 於是吃虧 於是就不敢惹他了 但也可以說回 其實英美在亞洲的力量 其實隨著日本的強大 慢慢消退 其實 唯一剩下的就是美國 所以美國現在在太平洋 很兇死 就是這個意思了 當時來講是影響到現在的外交情況 那太平洋戰爭 說完了嗎 太平洋戰爭其實我們 還有很多話說 是啊 可以又想想 太平洋戰爭 對中國有沒有傻呢 有傻 有什麼傻呢 因為 將 將這個 這個 就是 歐美國國 引到來 這個 東南亞這個地方 是吧 因為以前 我說大哥 我單丁和你的日本人打 那你現在好 好忍不忍忍了鬼 是吧 引到美國人來 那你就要和美國人打 那所以就是 當時都減輕了 就是中國 抗戰那種 那種獨力難撐的那種 那種的撫放 那因為日本 你自己多開一個戰場 開一個戰線 你除了對中國 這個 這麼廣大的復原之外 你還要對一個 強而有力 武器先進的國家 那你自己就 屁股了 那所以 又不可以說 完全沒有用的 就是有 有傻 但是呢 你也有負擔 是 因為 你現在 就是 太平洋事變之後 那中國 就是 蔣介石 蔣中正先生 就很威風啊 就被任命為 就是中國戰區總司令 那而且呢 其中一個有傻的地方 就是 喂 我 我現在加入了同盟國 同盟軍 那不如你借錢給我 沒有錢 我打到現在都山共水盡 是的 於是呢 每人就鬥五個億 就是問英國 喂 你給我五個億 就是貸款 那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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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怎樣 有沒有借給他 有沒有借 我真的不記得 應該有借 有借 有借 當時這個 宋美玲 去到美國國會 是 就是 用了一個很流利 標準的英語 在這個國會演說 是 打動了當場的國會議員 就是覺得 哇 在這個 中國女子 就是這個 first lady 來到美國 就是 跟她見到以前的中國女人 完全不同 是 覺得 就是 從這個女子的身上 覺得中國是英國可以救的 是啊 很厲害 好像在美國國會演說之後 全場 起立 股長 很厲害 五個億 真的 美金 英國 比較壞 可能她當時窮 就給了五千萬 五千萬英鎊 如果加 十分一 十分一 加起來 好像 加起來 當時的金融 叫做法幣 是一百三十五億 超出了當時 就是國民政府那個 全年的總預算 都很厲害 但是打仗就很快就沒有了 對 沒錯 打仗 而且當時中國軍隊 真的很爭氣 因為 在這個 1940 41 這段時間 就在長沙 打過幾場 很漂亮的勝仗 也都 曾經 成功地 收復一些 落入於日本的 失地 所以 美國人 對中國的軍隊 就另眼相看 是 她覺得 中國人哪裏打仗 但是 真是 不說得少 就是 你只要給他 好一點的裝備 多一點錢 就能打 老實說 我經常都說 我們 我們不要說 武器 我都說 這個中國的 復原之大 你真是令到日本 真是無計可施 除非他真是 第一時間 他三月亡華 你整個政府 癱瘓了 他跟你 換了整個政府 這樣就無法說 就是 如果你跟他糾纏下去 你還被他 一直拉到西北部 其實 任何國家 入侵中國 都是屎路一條 是啊 因為中國風源這麼大 而且日本 基本上 他都是 憑著自己的人力 他又沒有資源 又沒有什麼 怎樣可以控制 這麼大的地方 但我要說回 因為中國 在太平洋戰爭裡面 有沒有傻的問題 雖然中國很威風 但是 美國人借了錢給你之後 要你做些義務 要你整隊遠征軍過去 是 要去 守著緬甸 遠征軍 我覺得 都值得說一集 是 因為遠征軍 亦都是一個 表現中國軍隊那種 艱苦戳絕 精神 值得大輸特輸 我覺得都 不要 今天不停 輕輕賴過 找一節 真的說中國遠征軍 尤其是人安疆大節 我們要標榜中國軍人 軍運 軍運 那種偉大 好嗎 所以 我們先說遠征軍 輕賴過 喂 這麼激動 輕輕賴過 好 下一集 我們找一節 是說中國遠征軍 是 好 太平洋戰爭之後 太平洋戰爭爆發 蔣介石當時 就有一個機會 威威 當時來講 英國 邀請他 訪問印度 當時來講 1942年 當時來講 2月 訪問印度 首先去緬甸 然後由緬甸 進入印度 跟當時尼克魯見面 當時的印度總督 又陪著 因為當時印度也是英國人的殖民地 印度總督陪著 英國人陪著 見過尼克魯 當時的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也在印度首都 深德里 接見當時尼泊爾的王子 好厲害 對於中國領袖來講 今次真的 未必 威威 威威 打仗打到 中國老實說 那段時間未威過 是啊 威威 至少你去到印度 受到禮遇 在亞洲地方 都可以展示外交的風範 重振明朝之後的國力 是啊 因為有部分 但代價也很大 因為之後要派十萬的遠征軍 去守住緬甸 是 是 是 要求他 要求美國 派一個 美國的軍事軍人過來 做他的參謀長 但這個參謀長的權力都很大 其中一個很大的權力是什麼呢 他可以調動到中國的軍隊 即是說 小敵威來到的時候 其中一個權力 是 可以 要求蔣介石 給他一班軍隊 去指揮 剛才說到那個 中國遠征軍 其實第一批遠征軍 衛立王這班人 帶領的 這班人 是由小敵威去指揮的 另一個就是 他可以控制當時 中國對外的一個公路 這個就是所謂的田面公路 都是由小敵威去控制 建立這條田面公路 都很艱辛 很艱辛 也認識很多人 是啊 因為田面公路 如果大家看回地形 根本是在山上 圍繞著山腰去建設 而當時山不是現在香港的 大帽山那些矮 是很高的 而且是山亂起伏 而且那個地方 一高山的話 山的濕度 和所謂的山岩漲氣 有特別多 是啊 因為我聽 有位世伯 這些肯定吹牛 不過 雖然吹牛 但是都 你看到 當時 田面公路 那種森林 他說 我們經常說大網蛇 很大很大的大網蛇 就是說 他說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打過 他說 當時 那條大網蛇 大到 一口吞了 一部吉普車 你可以想像 那條大網蛇多大 是啊 很厲害 那有沒有呢 我就很存疑 是 但是老實說 在那些不無之地 從來沒有人開發過的 一些森林 有都真的不奇怪 但是 如果那個口要大到 吞下去一部吉普車 就真的很差大 才行 他只是比喻而已 如果吞下去 就消化不了 大哥 可能是比喻 是 不過蛇真的很厲害 那麼 那麼 小敵威 說回小敵威 就是 他這麼大權 還有一個權 就是 對蔣介石來說 十分之 是大制宅的 就是 其實他是控制著 當時美國 給中國的 所有的資源 和援助 所以 小敵威和蔣介石 吵過很多次交 就是 吵到 蔣介石 要 要找 當時 中國駐華盛頓 的軍事參戰 洪適暉 就親自找 羅斯福總統 投訴 叫 施迪威 快點 扯 大哥 你找一個別人來 你不要等他在那裡了 很難搞的 搞他都搞不定 但是搞幾年 又踢不走他 所以 所以 美國 即是美金 真的不是很好用 洗完之後 給了你 都要受氣 所以呢 即是美國人 給錢來 但是 就不給 軍隊給你 為什麼呢 為什麼 他不派美軍 過來 入中國 去打日本呢 這個可能 又是一些 條例 或者 一些邦交上的問題 會不會 會不會是美國人 即是人命 即是覺得 他 為英國人賣命 就值得 因為大家都同民同眾 對 所以諾曼帝 死了很多人 即是諾曼帝登陸 但是 在中國 你找一隊 陳立德的 即是中國志願軍 都好像 不可以當是正規的部隊 他們說 退役 退役人 自己願意來的 但實際上 都是要得到 美國政府的狠手 否則 你真的 你怎麼去拿 所以 當然 美國人命 值錢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他可以說 一條人命 可以犧牲很多事情 你說 去到 由美國 運一些 美軍 來跟你中國打仗 我覺得 在他來說 他就未必有好處 我寧願給你 即是 即是 給錢你中國 就由你中國自己去 給錢這個沒有守衛 對 我給了你就算 大哥 我運人過來 有什麼閃失 不用救 不用做個難保去救 正正是 好像那套 什麼 那套 第一滴血 不是第一滴血 救那個 Ryan 那個 那個 即是 三個孖仔 是 有兩個死了 是 只剩下一個 政府就說 大哥 這家人 只剩下一個 唯一的敵系 不如救他回來 那套什麼鬼的氣 雷霆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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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就是 當時來講 美國人是值錢的 美國人是值錢的 找中國人去打日本 當時來講 其實日本人 面對著這個局面 其實都有一個應對 因為太平洋戰爭之後 他知道 已經牽動了美國 進入這個亞洲地方 所以他當時來講 在太平洋戰爭之後 偷襲珍珠港之後 他立即 就擺出一個友好的姿態 就由 當時 近衛民和 這個 手上 向重慶 發出一個 就是 港和的 訊息 就說 如果 重慶政府 就是當時 蔣介石政府 就 不和英國 和美國 結盟的話 和日本 是港和的話 任何條件都可以說 這個真是 不信不通過 當然也信不通過 就是 日本人去到那時候 其實都已經是窮途末路了 是吧 他不 他不隨便找一方去講和 令到自己 稍為有些喘息的機會的話 最終都是死的 是吧 所以 有人說 美國放兩顆原子彈下去 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個是適合了一半的 另外一半其實 美國人不放兩顆原子彈 日本最終都是要投降 因為他二百萬大軍 就在中國的復原那裏 即是 膠弱了 就扯住了 走又不行 進又不行 那你想怎樣呢 是吧 他黏住你 在中國的大地上 你中國一定 日本最後一定會投降 那他不夠資源 亦都是不夠這樣的人力 去維持了那麽大的戰局 是吧 所以其實美國人是很聰明的 因為我一扔兩顆原子彈 一旦一投降 我在日本上面 就有話事權 是吧 就是最後 天皇要居要殺 就任除尊便了 是吧 就是日本上面的資源 我要如取如攜 任得我話事 所以美國人也很聰明的 都知道 日本人也不熬得太久 不如早點叫他收睹 結束了這場戰爭 對 拖兩顆原子彈 就加速了 這個 第二次彈的結束 就算是 其實不拖這兩顆彈 我估計大概 半年左右 都應該都差不多搞定了 是 沒錯 因為日本來說 基本上他的實力 已經是在中國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 其實日本已經感覺到很吃力 所以 日本人是侵略中國 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但是這個錯誤可惜 就是要負上 中國要負上這麼多的人命 日本又要負上這麼多的損失 但是如果看回 日本人南進政策 打其他的國家地區 其他國家地區的表現 是遠遠不及中國表現得這麼好 當然不行 大哥 你看看 馬來西亞、新加坡 泰國那些 你怎麼打呢 我們不是看低其他民族 而是說 他們沒有那個策略 是 是 你蔣介石真的有一個高尖免足的策略 是吧 就是我怎麼拖死你 我怎麼把你的空間換取你的時間 等等的事情 老實說 你新加坡 馬來西亞 畢竟比中國來說還要小 是吧 而且他們沒有那個憂患意識 是 一直以來你中國和我頂了 是吧 我來這裡又有法國保護我 我去越南的法國保護我 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有英國人保護著 他怎麼想到你日本就敢打他呢 對啊 而且英國人當時來說 在東南亞地方 英國人的殖民地算 當時來說最多 有香港 有馬來西亞 有緬甸 緬甸 緬甸 緬甸的那些是印度 和新加坡這些地方 但是呢 當時來講 英國人是看不起日本人的 當時來講 英國人以為日本人很差的 即是跟中國人差不多的 即是跟中國人差不多的 即是他們認為 即是日本呢 其實差到怎麼樣呢 裝備又落後 中國為什麼會輸給他呢 中國因為會輸給他 哈哈 而且呢 又不肯守 又不肯打仗 即是當時英國人 對日本人有這樣的低估 這個就是英國人對日本人的看法 但是日本人覺得 我是 其實我不是亞洲人來的 是啊 我應該是跟歐美的人 一樣的 所以他覺得 我停留在亞洲 我很沒有面子 所以我要改造成一個亞洲 是 是 成為一個歐洲的共同體 是吧 所以大東亞共鳴圈 其實他就要改造成一個中國 成一個東南亞 應該是東北亞 東南亞呢 他改造成為我們日本這個種 嗯 然後這個民族 這個種呢 我們才可以跟這個歐美 去結合在一起 否則 即是整個亞洲都是他的 是的 所以你看他 你看他的戰略都是這樣 先把中國 然後打下去 印之半島 也打到印度 是吧 整個東亞地區的基本力都包含著 嗯 這個當然 這個是他的想法 是 但是一開始打中國 就已經出了事 是 沒錯 如果你看回整個歐洲來說 其實 英國人呢 就是 太過自高自大 看不起日本人 看不起日本人的歐洲國家之一 就是蘇聯 因為當時來講呢 蘇聯呢 在屍體內 都看過呢 就是在太平洋戰爭前夕 看到呢 這一個呢 是日本的外相 這個崇崗呢 去訪問這個莫斯科的時候呢 就十分之高興 並且在他訪問完畢之後,親自去火車站送重江 斯泰林的做法其實不是很常見 令到重江大使很開心 開心到日本和蘇聯簽訂了中立條約之後 生生世世代代 安枕無憂 說他在火車上喝到醉了,很開心 結果蘇聯沒有遵守 但若看到蘇聯本身對日本的動適力是很強的 有一個攝影師說 他說他認為日本人眼細,飛機師看不到環境 這可能是當時英國人對日本人的評價 因為當時英國人傳到日本人不懂得晚上打仗 並且那些飛機師眼細和近視 不可以晚上頭打仗 為什麼晚上頭打仗呢?因為看不到 所以看少了日本人 不可以夜間作戰 所以這個是規了 是否真的這樣的? 當然不是 眼細和看的東西 兩回事我都眼細 我看的東西也很多 在香港保衛戰裡 有一個歷史的印證 在香港保衛戰裡 醉酒彎之役 在12月9日晚上 當時香港的英軍 因為信日本人 不懂得打夜戰 於是 竟然疏於防範 於是 被人兩個小時左右 被兩年的日本的兵 跑上去城門水塘的高地 剪爛了鐵絲網 然後就撞進去 就砌了你 這就是英國人自己的高傲 而最後就落到戰敗收場 今天我們只是說太平洋戰爭 我們都答應了說 今天會說香港保衛戰 但是時間我猜 都應該不是過猜 簡直是不夠了 我們就會 下一集 我們盡量能夠說 川普方子 中國遠征軍 加上香港的保衛戰 香港保衛戰 又會帶出另一個人物 陳策將軍 沒錯 這個獨腳將軍 又是令到英國人 對中國軍隊另眼相看 一位英雄人物 陳策是國民政府駐香港的軍事代表 對 另外又是國民黨總書記 統籌全香港國民黨的活動 所以會提到陳策將軍 我們都公平一點 東江中隊 都要說 東江中隊在西貢一帶 都有一些 活動的 猛烈的 一些偉大的事跡 沒錯 雖然它是 中共的一些 力量游擊隊 但是我們都 都會提提的 所以 好 下一集 我們一連三節 我們分別都希望能夠掌握到時間 好 能夠三樣都說完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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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